hello 大家好 我是娜姨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一个坐标在纽约的地产播主 那今天呢 请来了我的同事 潘妮来和我们来一起聊一聊 虽然最近利息又上涨了 但是没有受到影响的地区就是 法拉生 那为什么她有这种特点 以及最近她的市场如何 有哪些楼盘推荐 让我们一起聊一下吧 如果是最近有在考虑买房子的朋友 应该有关注到美国这边又加息了 那其实我们代理的楼盘很多 从布鲁克林啊 曼哈顿 包括皇后区的一些地区 我们有看到可能是受到这个利息的影响 有一些买家放缓了他买房的角度 可能在观望 可能在考虑到底能不能买 以及值不值得买的问题 但是我们有发现一个趋势 就是目前有这个区域 法拉盛 它没有受到这个利息的上涨的影响 那你觉得这个是为什么 我觉得法拉盛这个区域比较特别 那一呢 是确实法拉盛大部分都是华人买家 那华人爱买房这个事情也是众所周知的 那除此之外呢 就是法拉盛正因为是华人买家聚集地 那现金买家也会比较多 像我们代理的法拉盛楼盘 我们会可以看到我们最近的offer 其实基本上都是全现金 对于现金买家来说 也是因为利息高 所以在这个节点去买房 也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比较好的机会 对 而且我觉得有些时候 当市场特别好的时候 现金买家的优势其实并不是说特别的明显 但当市场放缓的时候 或者说我们有人有种摇摆 没有人跟你竞争房子的时候 其实现金买房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往往你能在这个时候拿到一个非常好的deal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我觉得一般人在买房子的时候 也要关注这个区域的区域发展 那法拉盛其实仍旧是一个在高速发展的地区 那目前你知道的 目前在规划的项目有哪些呢 那第一个呢 就是有一段时间批准了的法拉盛冰水 河边建案 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项目 也是富顿集团在法拉盛的 又一个立作吧 然后也是集酒店 然后商业 然后还有住宅高端楼盘 集为一体的一个大型的建案 那第二个呢 就是Flash Incomments的二期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综合建案 有商场 然后商业 然后还有高端住宅 对 我觉得未来的法拉盛 可能就有点像是国内的这种聚集地 就是排除这种国内三三小城市的这种感觉 没准在某些区我们可以感受到就是国内这种城市的氛围 对的对的 我觉得法拉盛的这些华人开发商啊 也是意在想把法拉盛打造一个国内一线二线城市的这种高级感 所以引进了非常多的这种室内的mall啊商场啊 然后以及高端楼盘 最近 对 之后我们也会提到 那我觉得现在来说 既然法拉盛的发展这么好 那现在在售的楼盘你觉得值得推荐的有哪些呢 我目前觉得法拉盛也是目前还有地税减免楼盘的一个好地方 我觉得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法拉盛还能有这么火爆的市场 因为很多区域的话 我们知道已经没有这种地税减免楼盘了 那这个区域还有就很难得 那你先说说地税减免的楼盘吧 对 地税减免首先那第一个当然是我们自己代理的楼盘 The Farrington 然后法林顿大厦 它是有15年的地税减免 然后它是跟酒店一起 等于说这这栋楼是2楼到7楼是酒店 然后8楼开始到15楼是高端住宅 所以也是正因为它和酒店一起 所以它享受了非常多的好处 例如地税减免二就是管理费非常的低 因为我们的酒店的运营也非常的好 所以很多的像游泳池啊 健身房啊这些大型的开销 酒店都帮我们帮助高端住宅承担了很多的费用 所以使得像一般我们两房的费用可能只要400多块钱 雇业费很便宜 对这一点是可能其他的大楼没有办法做到的 相对来说可能是Farrington的优势 第二个呢我想聊一下的也是有地税减免优势的一个公寓 它叫Tongram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综合建案 里面有酒店有商业也有高端住宅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Mall 就是一个大型的商场 那这个商场里面有Riggo四地电影院 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北京过来的菊气烤鸭 然后还有小龙坎火锅 然后还有一个小孩子的游泳学校 等于说住户可以下楼就有一个 很方便的 对非常的方便 就是非常符合国内人的生活习惯 除此之外这个楼有非常多的公共设施 它有网球场 有游泳池 有健身房 基本上就是所有的高端楼盘有的设施 它全部都有 对所以说它是一个相对来说 设施更全面的一个高端公寓 而且它这个位置算是法拉盛相对比较核心一点的位置 然后出门哪怕不在它的综合体里面 周边的这些买东西 其实都是非常方便的 这也是住在法拉盛的一个蛮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走出来就什么都有 不用说坐交通才能去到其他的地方吃东西什么的 对的 现在是小广告插播时间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大家点赞留言加关注 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 精彩视频现在继续 第三个公寓我想聊的就是Nuson 它是法拉盛目前唯一一个7房 那预计是今年的年底可以交房 它是相当于是两栋 然后但是是分开的出入口 一栋是商业 一栋是高端住宅 那这个呢也是目前法拉盛住宅之中最高的公寓 里面的设施呢 也是都是按照曼哈顿的标准来规划建造的 所以说如果有不着急就是过户的买家 这个7房也是目前可以考虑的 价格呀 包括它的地税呀 物业管理费虽然说没有地税减免 但是它相对来说也不算很高 也算是一个 居中 对 合理的范围之内 那法拉盛这边呢 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 它其实是以Minstreet和Russell两条街 来做一个主干道 那刚才提到的15年地税减免的 这两个楼盘呢 其实都是在靠北面一点 那Nuson这边呢是偏南 是在Minstreet和Maple的这个交汇处 那其实还有一栋楼盘是偏稀一点 我觉得我们也要值得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对 那这一栋呢是Skyview 它就是法拉盛高端楼盘里面的鼻祖 也是最先有这种综合建案的一个高端住宅 那它也是除了有高端住宅以外 那楼下会有一个综合商场 商场里面会有大型的超市 然后餐厅 然后面包店 然后包括一些甜品店呀 游戏机室啊 就是很大的一个 对 而且我在那边孤芽 它那边整个的还有一层是种医疗 所以有很多医生也在这边入住 目前呢它是有二期在售 然后也有非常多的公共设施 室外游泳池 然后户外网球场 所以非常注重公共设施的这个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那我们总结一下 总体上来说 法拉盛没有受到利息的影响 还处于一个相对火爆的这种市场 蛮活跃的 那现在的楼盘呢 也是非常有特色 如果非常执着于买地税减便楼盘 想要高的性价比持有开销低的话 那肯定是Farrington 首当其冲 然后Tangram这边的话设施也不错 而且是个综合体 里面还有电影院 如果是想要居住品质非常高的话 它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另外呢 Nuson新楼盘 比较轻力的风格 适合年轻人 然后户型稍微小一点 不介意面积的 也是可以来参考的 最后就是老牌鼻祖 Skyview 27在售 综合条件的话 我觉得蛮高的 如果现在有在看 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 最后比较一下 哪个最符合你的需求 就买哪个就好了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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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